新北三峡某国小柔道老师确诊 光是在新北就遗传59人 眼看疫情拉警报 行政长苏贞昌却抛出新台湾模式 强调防疫经济并行 为疫情扩大打预防针 陈时中也定调正常生活下积极防疫 包括疫苗打好打满 戴口罩请洗手保持社交距离 相关疫调持续进行 边境人严格控管 但新创名词把双北市长搞得不洒洒 不清楚可以大家来再跟我们来问 模型我们不断在估算中 可是事实上我相信全世界 没有人有办法在事前去估 如果国家资源都在你手上 你也没办法预设那就算了 设定我们允许确诊者 大概可以在每日增加多少 超过那条线还是要升高 那个防疫等级的 不然会失控 中央应该把入庆讲清楚 我们底下在执行上 才不会有目中各县市互相抵触 而过去习筛如今的陈时中 宣布将在基隆实施类普筛 引发外界花燃 市长林又昌决定改名为 全民防疫爱心筛减 希望不要被标签化 但网友看了狂嘲讽 笑死了每天想新名词就饱了 不愧是塔律班 做图跟想口号果然内行 还说这就是台湾价值筛减 又爱筛减啦 不管名字改多长 都是普筛 民进党政府真的玩文字游戏 玩过头了 政府把防疫的工作做好 这是最重要 不要整天只想创造新名词 一下要普筛 一下走向开放 到底要清零 还是和病毒共存 中央始终没说明白 只创了新台湾模式的名词 来打迷糊仗 记者综合报道